Hello 大家好,我是 Donald 我是 Joe 今天想帶大家來到 Serbiton 在一間工程的進行之中 我們亦想跟大家介紹 Serbiton 這一區 之前大家都經常聽到我們的工程 在 Kingston 但 Kingston 當然是三名水秀 而且效果相當好 不過 Kingston 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貴 除了貴之外 特別是近市中心的屋子 相對來說是小 就算三房來說 可能是一千尺左右 花園亦相對較小 許多是不少的 現在來說 不少的 即算是香港公司 或香港公司 可能不選Kingston 就來到 Serbiton 這裡面都有很多搜尋的攻程 其實這個工程開始了幾個星期 我由Donald 介紹一下我們這間屋是一個三行物業 我們工程是做些甚麼的呢 其實我們身後這個物業的工程內容有分室內和室外 室內最基本就是全屋打拆 然後拉水、拉電、批灰油漆 做新的洗手間、新的廚房 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還會幫它的車房改建做室內空間 現在已經進入了製造計劃 準備批了出來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工程 室內的工程就是這樣 室外的工程有甚麼呢 就是在花園裡會做一些Paving 除了之外我們還會做一個Summer House 現在工程的進展跟平時有點不一樣 雖然開始了不太久 但我們已經完成了其中一部分就是Summer House 其實通常來說我們很少先做Summer House 為甚麼呢 我們一般通常都是先做室內 然後等業主搬進去 我們才慢慢做室外的工程 但這次有少少不一樣 我們先做Summer House 然後現在才開始做室內的工程 為甚麼呢 因為業主有很多駕蕩 他因為原本租的地方租約期滿 他要搬走 要將他的家當找個地方安置 所以就想我們幫他搭建了Summer House 我們現在Summer House已經完成了 也將他的家當全部放在裡面 我們就開始做室內的工程 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現在立即和大家參觀室內的工程 進展成怎樣 好 進入到Hallway 首先看看 其實這個Hallway也算是挺寬敞的 而你看到我們整間屋已經拆了東西 本身的牆紙都剷了底 亦有一些其他功能 這裏相信是1920年30年時代所建的屋 亦有這些stain glass window 都很漂亮 這個其實都跟業主說 最好是保持的 其實這些是值錢的 去這個再進入一點 其實就有個樓梯底洗套家 我們的客戶就想加上棋缸 但我們研究過棋缸 這裏就應該做不到 所以我們就決定 會做一個套廁就在車房那裏 因為我們這個工程 其實最主要做的就是車房的改建 就會有一個客房建的 其實亦都方便 將來有老人家來的時候 亦都可以有個房間 亦都不用上上落落去用洗手間 再進入到來 看到客飯廳 客飯廳很typical 1920年30年的屋 很多時客飯廳都是方方正正 亦都挺大的 特別是這兩個房間 這邊其實也有803呎 所以這兩個隔起來 其實也有270呎左右 也真的有 這個樓底算是不錯的 也挺高 也有2米5或者2米6左右 還有現在其實你看到 我們主要現在的工程 就是做到拉電線 因為整間屋的電線 都會重新拉過的 亦都會做一間批檔 這邊其實本身的牆 有一些部分是牆子 現在我們就剷底了 亦都是重新 你看到是Gaming過 批檔過 以及現在的工程 就做到批檔的情況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廚房 廚房本身 其實已經有白色櫃 不過業主不太喜歡現在的廚櫃 既然是翻新 就全部換上去 亦都換上一些新的廚櫃 基本上位置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裡有2條1 但是就會將一些 Appirances 還有很多東西都會更新 近自己喜歡的風格和心意 這裡走出一點 其實就有一個洗衣房 這邊就放了洗衣機 這邊就做了一個更多的雪櫃 這個洗衣房其實會保持的 但是因為我們之前說過 這個工程最主要是做一個 Garriage Conversion Garriage 就是這裡 裡面亦都是有一個 Boiler 正正在這個位置 但是因為我們會做一個 吐槍和車房也不算很大 所以我們打算把這個Boiler 把它轉到這裡 裡面的洗手間可以大一點 而且洗手間裡面有一個Boiler 就不太好 然後我們上樓上 樓上看到 鏟底都剷掉了 準備批檔 樓上應該是 業主後應該會偷地毯 我們看到 Landing 位置都是不錯的 不是很窄的 這裡你看到是一個相當之 都算是挺寬敞的Landing 位置 三間房間 1 2 3間房間 最小的是第三間房間 還有這裡還有一點驚喜 洗手間比較大一點 洗手間有80呎 因為我猜它之前 這個應該是分開的 但是前業主已經把它打通了 所以變成比較寬敞 現在其實業主要求 想在這裡 不要浴缸 做一個比較大一點的Walking Sour 還有在這裡加一個 雙洗手盤 把洗手間移過一點 所以就可以更合她的心意 接著我們再看看三間房間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 Long Conversion Potential 不過這次業主不會做這個事 因為他都趕著進來住 這就是房間 現在我們也做了批檔 剛才所說的 好像客廳那麼大 有834呎 834呎真的有 還有一個很大的Bay Window 這個1 2 3 4 5 6 6 7個窗 這個相當大的Bay Window 到時來說 亦都是做一些 亦都會加一些單Light 另外我們就看了 就是第二間房 這間房 比隔壁小一點 但起碼也有820呎 你看到 現在其實這間房已經做了批檔 所以等待它在乾 亦都會有很大的窗 所以採光相當不錯 我們亦都看看 另一角度看看這間房 最後那間房 就是第三間房 通常我們叫做Box Room 但這間就不算很小 你看到 其實這個房間 都有5、60呎 亦都有兩個窗 一個就是這樣 另一個就是這樣 三角形的窗 亦都是做了批檔 接著我們再去花園 花園其實亦都相當寬敞 從這裏到那裏 其實應該都有700多 800呎 還有這裏前面 本身已經做了一些戶外磚 填了 這裏 這裏都有250呎左右 後面原本是甚麼都沒有的 現在來說 按業主的要求 幫他製造了一個衣服 業主最主要是用來做儲物 或是新買的時候 如果需要在這裏做戶外開派對 亦都有一個地方可以享受朋友 不過這裏不同 一般的夏天房 架構和做法都是不同的 待會兒 Donald 亦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怎樣的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的建築物 就是Summer House 大家都不陌生 但跟我們之前做的有少少不一樣 因為這個Summer House 其實是業主在一些網站上訂購回來 我們就現場跟它裝陷 跟我們以往做的有少少不一樣 我們以往做的就是現場 拿木坊自己去量 然後去開板 切割 然後再裝陷 這種來到的時候 其實它就好像積木一樣 所有的長短大小 它就已經全部切割好 來到的時候我們直接裝陷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呢 是不是直接放在花園裡裝就行 也不是的 我們都要做一些事前的功夫 首先我們就要把地面整平 整平完之後就再打一個地基 打完地基 再在地基上面裝陷這個Summer House 它來的時候 它是不是已經灰色 是不是這個顏色那麼帥 不是的 它原本來的時候 它的顏色就是現在的 原木色 我們裝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看 它的木坊來的時候 已經有了這些筍位 直接卡上去 卡上去就可以變成 現在的樣子了 它一條一條一條的木坊 橫橫雙扣 其實整完之後我們再加螺絲固定 所以其實Summer House 就很實 但是有一點跟我們平時不同的就是 裡面就沒有安裝保溫 也沒有保溫功能 它這個真真正正就是Summer House 就是夏天才可以用得到 大家也可以看看 我們在這個外牆 製造了一隻油漆 它這個油漆 也是當時買Summer House 的時候 已經配合了 這個油漆 它不是單單上顏色那麼簡單 它是可以 做到一個防水 然後做到防 UV 以及一個保護的作用 在這個木坊上面 塗了一層 這個戶外的油漆之後 就會變成現在這樣的樣子 其實整完出來 搭完出來 整體都很帥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三隻窗 兩隻門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選擇的 而且Summer House的外型 都可以自己選擇 究竟你想要什麼樣子 以及用什麼材料 都可以自己選擇 但是客人就自己選擇了 三隻窗 一個雙開門 以及在旁邊 它再加配一個儲物空間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Summer House 就好像一個整體 其實它來的時候 就是分開兩邊的不同零件 首先就是這一邊 就是6米乘4米 旁邊那邊就是1米半乘4米 這個旁邊就是一個儲物空間 這裏就是一個大面積 裏面可以用來做一個娛樂空間 或者可以做一個辦公室 但裏面沒有保溫 冬天的時候也挺冷的 除了剛剛說到的 除了它如何安裝 如何搭建出來之外 在上面大家都看到 其實它有防水層 它的防水層 就是用這些材料 它這個材料 放在木坊上面 就可以起到一個防水作用 令到水就不會直接進入到屋裏面 而且再加上我們在木坊上面 再游了防水的coating 這個油漆之後 它就不會入水 不會發脹 不會發霉 我們現在不如進去看看 看看它裡面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其實它裡面 我們外面做了油漆 但裡面保留它原木的顏色 它裡面的原貌就是這樣 這裡就是其中一部份 一個儲物的空間 它側面比較大面積 6米乘4米的空間 因為裡面已經擺放了業主的家蕩 就不太方便給大家看 其實它整個空間 加起來就大概30m 如果在自己的花園有這樣的空間 可以擺放到一個Summer House 都非常之不錯 在花園裡多多300呎來用 其實都非常之實用 好了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次的分享 記得Like,Shar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更多不同的工程項目 下次再見 拜拜 在這個英詩的頻道以外 我們也開設了一個新的頻道 就是叫做英詩倫敦的頻道 英詩倫敦頻道主要是由我和阿Joe 去跟大家分享一些工程 甚至乎幫客人買買物業 然後出租 甚至是manage物業 我們也在這個頻道上 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去英詩倫敦的頻道 去看一看我們的分享 留言給個Like 我們在倫敦、曼城、利物浦、百明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也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 定官方 我們會看 好的 我們會看 我們會看 一個 的 感谢观看